华兴集团发动攻击 现在加码还有肉吗 只能买这一档哦 股市变舞台 黑限制方向 赶快订阅万老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彩金集中 我是瓦伦 欢迎万湘和万老师 大家好 而是我们看到了 华兴集团是轮流上工啊 那么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加码呢 现在可不可以加码 我们先看新闻 华兴集团很大 很多公司对不对 那新闻其实主要 这个新闻在讲什么 昨天啊 这个集团都在涨 都在涨 那华兴科 一样这个盘中有涨停 然后加邦的信仓店 其实都涨得都蛮厉害的 那基本上是什么 这边有讲说 其实很多集团 开始都在做涨 对不对 这边有讲联电啊 华兴啊 联发科 华硕啊 国具 都在做一个什么 年底到了 之前其实我在 10月份的廉价之前 就跟大家讲 未来会有什么 会有做这样的行情 那大家信不信 现在终于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还会有什么 接下来选举啊 这个会不会来互盘 也是有可能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过年 过年前会有没有红包行情 基本上这每一年 都是这样在运作的啦 那这边讲华兴集团 昨天轮流上涨 然后呢 华兴科 一度攻上涨低 然后后来有时候上引线 然后那个家邦 信仓店也都大涨 那主要是为什么 华兴科第三季 大家看一下营收 86.9亿元 毛利率19.3亿元 算很高了 算非常高 而且它是做什么 被动元件对不对 毛利居然能够这么高 对不对 基本面真的非常好 对然后创下近八个月的新高 今年前三季 每一股营收是这个4.49元 所以其实整个行情都蛮好的啦 然后再来是什么 财报优 财报这个基本上其实 我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财报跟你讲财报优 你先看到一个东西 关键重点是什么 17个月新高 这个就是比较不会造假 为什么 因为它表示 突破了最近很久以来的这个价钱 才会创17个月新高 不然可能创两个月新高 对不对 它是创17个月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字 你看到这个其实可以 就可以确定它这个新闻是真的 对 可以进去买 然后这边还讲说什么 第三季获利暴行 继续讲 然后讲说什么 这今天的新闻 讲说今天跳空开高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跳空开高 然后直接就涨停到 创17个月新高 然后这边还讲说这个 第三季啊 这个第三季是什么 季增25.9% 所以整体走势非常非常的 强 那华欣科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一度攻到涨停满 对啊 但是涨停打开 现在到底 湖可以进程到 涨停打开 你也可以看一下跟昨天去对比一下 昨天是怎么样 跳空开高 有没有 突破什么 这条黄色线叫什么 对 一个很长期的盘整区 这个盘整区有多久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还不到两年 反正是蛮长的时间 就是17个月 对反正很长很久 那现在往上做突破 你看刚突破昨天的时候 留了这个上影线对不对 那其实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今天继续跳空往上 继续往上攻击 那你可以确定说 这个走是真的是要往上攻 那其实有些小技巧都能够做确认 那价钱为什么他 这个为什么跳空往上 那基本上就是市场上认同嘛 对 开盘价叫做什么 叫做预期心理嘛 叫做大家的预期心理 认为他会继续往上涨 所以他跳空往上之后 又继续涨 表示预期对不对 预期对了 是 所以就继续往上涨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一度又攻到涨停 但是攻到涨停 有些人也忍不住 那再加上之前 他是从哪里 也是从上面跌下来 22年去年的时候 从上面跌下来 所以涨上来 有些人可能想解套 是 想要买 所以他 盘价就看到这个高点 卖了1000多张出来 但是问题是什么 卖下来也没有让他崩盘 还是很多人不停的 我看到这个盘中 30张50张这样在买 所以真的是 我跟大家讲 这个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做上攻 而且17月月才刚突破 下面盘整区高通也很大了 代表说动能很强 对动能算很强 好那主要涨为什么涨 其实这个今天早上有这个新闻 就是高通嘛 高通这个今天盘后 昨天晚上盘后 涨了又涨了3% 是 所以其实这个手机行业 就是其实我常在讲 联发科 最近其实整体的都有 都是受到高通的影响 接连的带动 这个包括这个华信客也是一样 好那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两档 加帮 刚才新闻有讲到的嘛 加帮会不会往上继续攻 这个其实有一个 目前有一个疑虑存在 就是这个前一次 10月的时候73.6这个地方 哇为什么涨到73.6 留一下卖了两万多张 两万五两万六千多张 那个就是你就要想到 到底是为什么 下面买的人都还没这么多 但是涨上去就有一堆在卖 但是其实今天的走势 跟昨天走势 都还算蛮强的 也许有机会能够把他什么 把他做一个突破 因为其实今天昨天 还是这个量也慢慢有起来 所以还是有机会往上做突破 那其实现在这个地方 10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上影仙 那么多的卖 其实也是22年1月份 那个地方也是 上面很多人套牢 所以现在这一次 其实我认为 今天往上攻也是蛮强势 虽然说没有像华星科那么强 但是还是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那再来这个信仓店 可能就比较糟糕一点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突破 是最弱的 最弱的 那他涨到9月份 他涨上去之后 这边一样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卖 对不对 就造成他一路往下跌 甚至这边有点像M头 是一个左边抢右边比较弱的M头 你看到这两天往上涨 昨天往上涨就留这个上影线这么长 然后今天再攻也才攻多少 3%左右 4%左右 整体走势就比较弱 所以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 不是说整个集团都非常的强势 谢谢万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万老师的LINE 跟Telegram 才经纪运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牌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一段实地则房产业 并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